另外,大家昨天都可以见到,德州打停电, 然后因为他们天气很冷的关系, 造成很大的灾害, 可以叫做一个自然灾害, 为何人为造成的,而令到自然灾害, 成为了一个灾害, 其实很大部分是真的关于前朝奥巴马事, 亦都是关于拜登事, 为何关于奥巴马事呢, 奥巴马将一些本地的能源私有化或者外判, 令到州政府掌握少了能源的供应, 令到发生这些事的时候, 州政府是没什么可以做的, 但如果能够多一点政府的掌控的话, 这些紧急的关头, 政府还可以怎样补贴也好, 我可以立即提供能源, 不至于这个下场, 所以你说奥巴马是否是社会主义呢, 当然不是, 他将这些事全部私有化, 不让政府掌握不知多有, 不过他口感很阻挡, 另外一个位置就是拜登, 他下了行政命令, 不让边境开彩, 直接令能源供应减少, 所以这次的大停电, 其实拜登也是有份, 他也是有份搞成这样, 那么多人, 内部会不会有什么浓妙, 令到大停电呢, 这些没有实质证据, 就不跟大家任意去揣测, 所以大家可以见到, 尤其是德州是一个很指标性的一个共和党州份, 这个州份呢, 经济表现得超好的, 很多新增职位, 也很多科技巨头搬去德州, 而离开这个直谷, 所以大家都会见到, 他们会变成众子之的, 在民主党州份上, 另外, 近日, 很多不同的共和党州份, 都开始骂拜登, 你取消行政命令, 搞到我这些州份就无功开, 越来越多这些事发生, 再加上, 拜登跟袁习近平聊电话, 很多人都会说, 他说谴责中共人权, 但他还, 如果大家, 我一看新闻, 要看完整段访问的, 你不懂听英文, 或者你无时间听的话, 其实都可以, 上网上有不同的媒体, 截录了所有内容的对话内容, 我觉得这些起码都要这样, 不要看标题, 最恐怖的就是, 现在这个世代, 你还顧着看标题, 不看内文呢, 那就真糟了, 如果这样看新闻, 不如不要看, 回家看电视, 打机好过, 不要这样看新闻, 这样会令到你的思维是错了, 令到你日后下去做的所有判断, 和分析呢, 都是跟现实, 完全平衡宇宙的, 变成了, 就好像利太猪头媒体一样, 那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苹果立场, NOW都是这样报的, 他说他谴责中共侵害人权, 但其实他里面的内文, 他说到,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你侵害人权, 就会得到你应有的结果, 结果是什么呢, 大家都不注意你了, 你失去你的领导地位了, 而不是任何经济上, 或者是否会制裁你呢, 又不是的, 这些东西都是, 纯粹说, 你这样做, 别人就不喜欢你了, 那这个算不算谴责呢, 我真的不知道算不算谴责了, 但是呢, 同一方面, 同一个场合, 他都说到就是, 你中国呢, 这个, 他们要统一, 就是他们的一个文化来的, 就是他们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来的, 做得中国的领导人, 都要统一的了, 就好像我们美国那样, 我们都要捍卫我们美国的价值, 才可以做美国总统的, 那所以呢, 我们要捍卫美国的价值, 中国的领导人都会捍卫他们中国的价值的, 所以就要统一, 那因为他们这个问题呢, 就是他们要统一了嘛, 统一就一定会, 在香港, 台湾和新疆的问题上面, 就有所动作的, 无论是走远的, 走硬的, 走集中营的, 走种族灭绝的, 他们因为统一的问题, 所以都会走, 那他们会走的话呢, 那是他们的问题了, 那我们就不应该出声啦, OK, 就是这样啦, 所以他就说了, 我不会为香港, 台湾和新疆再怎样特别出声啦, 他讲这些东西的, 我不知道, 苹果立场有没有报这些内容啦, 大家就知道我们上网看那段内容啦, 如果觉得我们是报 fake news, 自己找那段影片来看啦, 上网有很多的, 大家就自然就明白内容, 所以就, 拜登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一个这样的粒水啊, 这样的, 也都对着伊朗也是放软, 很明显就是, 他背后的势力要他这样做的啦, 我想由布殊年代, 到希拉里做国务卿, 到奥巴马做总统的年代, 他们跟这些恐怖分子, 都是十分友好的, 一些关系, 其实由老布殊开始, 已经是这样啦, 因为老布殊, 之后就克林顿, 之后就布殊, 其实由那个年代开始, 他们对着这些恐怖分子, 甚至他们其实应该有份资助这些恐怖分子, 所以, 大家了解多些, 美国的, 近代的政治, 由列根之后, 或者二战之后, 有人喊心无疑之后, 其实都是要多些留意的, 大家就会明白, 现在这个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运作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特朗普呢, 为什么特朗普真的这么伟大呢, 是有他的, 真的有他的确切原因在那儿, 不是一个喊字的, 大家可以信我留言多些啦, 或者看我的白兵频道, 都可以知道多些的, 骂一下广告, 就是这样, 另外, 大家都可以见到, 中国那边, 其实, 不停都说话, 不停说, 你美国不要再理, 我们香港, 香港, 新疆, 台湾一些东西啦,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很简单, 他试试你, 不断地进攻, 就是, 这个毛泽东说, 敌退我进, 你看到拜登这样退, 不停进, 不停进, 我看看你什么时候会有反应, 真的, 喂, 你不要再来啦, 但是, 还没试到, 我就继续进, 然后, 拜登真的不停退, 他就不停退, 看看可以走多远, 这个是重点, 但是, 也可以见到, 军方的动作呢, 跟拜登呢, 也都是完全不协调的, 军方是会, 你一, 中国一有什么移动, 立即派回航空母船过去南海呀, 立即来澳洲呀, 英国呀, 日本呀, 那些都全部都有动作的, 那些都可以见到, 就, 军方跟拜登是有些马合神来啦, 那, 这个也都预了啦, 军方都是一定不, 一定是, 就是, 美国优先啦, 不会, 李拜登那样修正政策啦, 那, 再加上呢, 嗯, 中国他自己的问题相当多的, 尤其是特朗普这四年呢, 的一个, 同中共脱欧的一个政策, 走了那么久呢, 其实是令到很多不同, 在中国的一些外国厂商呢, 都搬, 有些日本的搬回日本啦, 有些去了印度啦, 有些东南亚不同地方啦, 有些搬回美国境内啦, 那, 那当这些事情已经走, 比如, 你是那间厂的老板, 我已经在, 我已经回到日本啦, 我已经把我大半个业务回日本啦, 我已经把我的厂, 搬回美国啦, 你是不会因为现在拜登乃共, 而搬回中国的, 因为这件事是, 你一个企业是不会能够, 应付到短期内的, 两次搬厂房, 因为整个生产线要动过, 人要聘过的, 中间那个, 那个复杂程度不是说, 你就这样, 就像大富翁那样, 建一层楼, 那样摆下去就是的, 你中间, 无论是聘用人啦, 法律啦, 交税啦, 生产线啦, 物流啦, 这些所有东西, 是不能这样一朝一处的, 那当那些事情开始了, 就不能回头, 所以中共呢, 他很急要拿回钱, 尤其是可能想在美国, 有些不同的业务上市啊, 拿回钱啊, 那但是, 究竟这件事是可不可行呢? 拜登又可以帮到多少呢? 因为你这些实质的东西走了, 你拜登, 你怎样去帮他呢? 那当然了, 他已经放生了TikTok啦, 放生了微信啦, 也都放生了孔子学员啦, 那是, 那是有帮到手的, 但是帮到多少呢? 这个是一个很主要很重要的问题啦, 是啦, 那这个就看下拜登, 或者背后他们的团队有几个能耐, 能够做到几出面去帮中共啦, 那又出面到几时的时候, 如果他2022年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反弹的话, 或者他仍然要2022年那样大规模选举舞弊的话, 又会为美国带来一些什么问题呢? 他们自己要计算。 好, 另外呢, 就是这个中共呢, 和印度之家的气氛是缓和了的, 但其实因为印度本身自己面对着很多问题, 例如他们农民的抗议啦, 就是他们本身国内啦, 那你见到呢, 就, 呃, 希拉里等民主党的人呢, 是十分支持这个印度的农民的, ok, 那当然印度政府是有问题啦, 但其实你见到呢, 这个民主党这样去支持印度的农民, 也都很明显可以看到, 就是里面亦都分了两班人, 就是民主党人如果能够在印度, 搞到他们内政很有问题的话, 他们都无瑕去兼顾中共之间的一些军事冲突, 所以呢, 希拉里那些人这样帮印度农民发声啊, 各样呢, 其实是帮中共解围的, 我想希望大家应该能够联想到这件事发生啦, 那, 那究竟印度会怎样取态呢, 那这个就看印度那个总统啦, ok,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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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印度人很想打中共,他们很想拿回西藏,或者想西藏独立各样 这是他们想做的事,他们的民众是这样的 究竟印度总理莫迪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他是不是要在中共和农民方面强硬逆民意呢? 因为印度是有民主的,究竟他是不是这样对待他们的选民呢? 究竟会怎样呢? 这个我想是一个他值得去思考的位置 当他去到一个位置,内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他可能又会对中共强硬去获取民意 这是他可以走的手段 所以这个就要看印度那方面怎样去安排了